哈佛家训 自信 青蛙看海 青蛙很想看看海是什么样子 他去问苍蝇 怎样才能看见海 苍蝇说 哦 这很容易 只要你登上前面这座高山 就能看见海了 天哪 那么高的山 青蛙扬起头 吓得吸了一口冷气 我既没有像你那样有力的翅膀 也没有像鹿那样扇跑的长腿 这么高的山 我怎么能上得去呢 是啊 这山的确太高了 不过 除此之外 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苍蝇说完 展翅飞走了 青蛙很沮丧 正要准备回去 一只松鼠 一只松鼠跳到了他前面问 你叹什么气呀 青蛙回答说 我想上去去看海 可这山太高了 我上不去 这石阶 这石阶你能跳上去吗 松鼠说完 跳上了一个石阶 这有什么不能 青蛙说着 也跟着跳了上去 就这样 青蛙跟着松鼠一级级的跳石阶 他们累了就在草丛里歇一会儿 喝了喝了点水继续跳 不知过了多少天 他们终于跳完所有的石阶 到了山顶 大海啊 就展现在他们眼前 正在山顶歇脚的苍蝇 看见青蛙 十分惊讶地问 诶 你不是说你登不上这么高的山吗 是啊 青蛙回答 你让我登高山 我连想都不敢想 但松鼠教我跳石阶 却是我能做到的 原来我从来没想到 我能上得这么高 青蛙固然不能和苍蝇一起 飞上蓝天 它却可以和松鼠一起跳上风顶 不要轻易放弃 只要尽其所能 就一定能够梦想成真 一切梅景 都是为那些 勇于直往前的人 所准备的 因为它们要认识 你来看看 你们有个人 十分钟 在外面 感谢观看